一進新社就塞爆了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不塞 成土肥羊流氓 這裡有很多賣氣球的 我看這次是以原型來做一個展覽 上面還會灑水下來 這個叫人文實境 生態勇者 這位是超陳寶 農特產品行銷活動 香菇的故鄉 來這裡必買香菇 攤位區 總共有124攤 哇 超好好的 香菇讓它喝起來 菇味非常重 哇 這邊是公車的接駁區 好多人喔 這看起來好好吃喔 大家好 我是阿滿 歡迎來到MANN LIVE 今天呢 開過去台中新社花海 一字游 因為最近剛開幕嘛 我想說去朝聖一下 因為很久沒有去了 OK 不要說我出發 GOGO 塞車 塞車 一進新社就塞爆了 第一停車場 到了 哇 不知道會不會A到下巴耶 我到了 經歷一個小時的車程 這是他停車場 超大的耶 比我想像中的還要不塞耶 但是他這個土是紅色的 我看每台車上面都是 沉土飛揚 他這次路線有規劃過 你要繞到比較遠的地方 然後再繞進來 所有的車不會卡在一起 他都有一個單一的路線可以走 沉土飛揚 你有沒有看到嗎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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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那邊 你看那裡 你看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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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車子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我建議你們要來的朋友 先不要洗車 先不要洗車 等你們 回去的再洗 不然 就會白洗了 這個車 噢 硬蓬蓬啊 沙塵暴產生中 哇 這是唯一的缺點 我覺得 這個不太油 我覺得至少要鋪個這個吧 這樣那個沉土才不會這麼多 走出來了 這裡還有另外一個 停車區 也蠻大的 但是都沒停滿 可能是停車場太大吧 好 我現在走到這個路上了 準備進場 這裡有大概二三十個 我可能不只哦 可能四五十個的流動廁所 我要來上一下 這裡進來有一些攤販 然後今天風蠻大的 難怪會是塵土飛揚 你看看那個風箏在飛就知道今天風箏很大 這裡有很多賣氣球的 這裡有很多賣氣球的 還有花圈 這個應該是號稱今年最大的什麼飄浮城堡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 聽那個廣播說的 今天禮拜日 人潮算 還蠻多的哦 所以叫2023年 台中國計畫探機 漂浮花都 開放時間8點半到4點半 漂浮花都 進來了 先來看一下它的MAP 它這次是以圓形來做一個展覽 策展理念是打造全台首座漂浮於空中的花卉城堡 叫漂浮花都 透過影域的方式 將新設的自然生態 農業及人文等元素 設計為守護新設的三大守護神 一起將新設打造成 生氣盎然的模樣 遊客來到這裡 彷彿走進一個充滿理想的烏托邦 還有這個 青銀摩天輪 還有大地巨人 彩虹七線 還有花繩小褲 紫斑幽靜 生態勇者 工藝女神 然後人文之境 還有這個 漂浮花都 正中間 所以它是繞一圈的概念 地愛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哦 黏土的樣子 哦 做香菇的啊 因為 新設是香菇的故鄉 剛才路上看到很多 香菇的工廠 人超多 都在做香菇的工廠 又是很不妙的 還沒想過 就像三千塊 是個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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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 是個酒 是個酒 好酒 是個酒 酒 酒 哇 上面還會灑水下來 這個就是他說的飄谷城堡 這裡有一些灶景 這叫人文之境 很多書啊 這公益女神 應該是用鋼筋塑造的吧 公益女神 你們是這個 身太勇準了 這裡有一個 休息區 然後對面大上棚應該是美食區 我猜 這個是什麼概念 好像他的Logo 這位直接到城堡 差不多了 花卉就差不多是繞一圈的概念 我們來個 台中領先 農特產品行銷活動 農特產品 喔 賣花的 花卉 圓 嗯 香菇的故鄉 來這裡必買香菇 看看喔 自己種香菇 有大有小 用餐區 然後現在是我位置的喔 然後現在是我位置的喔 他是這樣S型這樣繞喔 你看 該不會不見喔 還可以做打 這個縫竿好像現在正在行 實力100 這攤位區 總共有124攤 哇 這裡有炸香菇耶 哇 這裡有炸香菇耶 直接變大小耶 唉唷 還有 哇 這裡有炸香菇耶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很強啊 來 中了 四種菇一百 哇 哇 哇 吃飯啊 多快 多快 多少 四十五百六十 好 香菇湯喝起來 素食的喔 感覺很讚喔 很香 直接豬肉喝了啦 湯口很鮮耶 烏龜非常重 香菇碗有一顆 這樣一碗60 那丸子算是Q脆Q脆那種口感 吃完了 好吃 臭蜜蜜蜜蜜 農業區逛完要去逛真的是探訪區了 應該是這一排 差不多了 哇 這邊是公車的接駁區 好多人喔 那邊 很難做欸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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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給他人騙子 這看起來很好吃喔 一點點 就像我們角度五個 水果 用更小話更好參考看看 你在幹嘛 其他朋友撥打的部分叫做有獎針達 要聽說有獎針達 地瓜 地瓜這邊來 走到這裡有個花海美食區耶 感覺很大 我就不進去了 好想去買泵桿 現在基本上整條路都是人耶 好啦準備撤退了 這片應該是唯一的花壇吧 買完了10顆100 那我要回家了 準備結束今天的旅程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喜歡朋友就要幫你更喜歡 還沒訂閱朋友就幫我們訂閱喔 那我們下部旅程見 掰掰 好 沒有 你 好 不 你